在開始今天影片之前呢 請打開你的CC字幕 順便按下訂閱 喜歡 跟小鈴鐺 再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這樣會比較好的觀看體驗喔 話說呢 最近打算前面就加這麼長一大串 然後我就吃螺絲吃超久 嗨 大家好 我是Zagazes YO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把一個放很久 塵封已久的東西拿出來拍 就是這個 這個用各種不同的東西 密封起來 層層包住的 看起來像封印的物品 這個是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 我曾經拍過 史上最臭的瑞典飛魚罐頭 那沒有看過的話呢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去看 雖然說呢 那支影片現在 沒有辦法引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那次拍完之後呢 其實我也在想說 剩下來的 飛魚罐頭汁應該怎麼辦 因為裡面的肉都已經化掉 剩下都是水 倒掉我就覺得可惜 就想說 不然 我就把他封印起來 說不定有一天 拿在手上好了 說不定有一天 他就可以再拿出來拍 是的 今天就是那個有一天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把 放了將近快兩年的 飛魚罐頭汁拿出來看看 他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 但這個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早氣這個東西 所謂的早氣呢 就是 各種有機物質在隔絕空氣 及無氧的還原條件 並且在適宜的溫度 濕度下 經過微生物的發酵作用 所產生一種 可以燃燒的氣體 實際上產生的原理是什麼呢 我也不是很懂 但是我是在想 我們的飛魚罐頭汁 是不是有機會 產生出早氣來呢 所以今天解開這個封印的同時 順便就要來試試看 它是不是有產生了早氣呢 是不是不好吃啊 那我們就開始吧 護目鏡先戴起來 解除封印 有一股 鹹魚味 現在聞到都是鹹魚的味道 不知道打開了會變什麼樣子 接下來呢 就把它拿出我們 頂呱呱的封印 頂呱呱的封印 來囉 一 二 二 欸 還有一層 欸 摩斯漢堡的 洋蔥啊 可以一層 接下來 欸 是不是 你看我多怕這個封印解除啊 其實還好耶 沒有聞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應該倒數兩層了 再來 喔喔 最後一層了 我是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喔 濕的 它會漏耶 哇 天啊 喔 還是蠻臭的耶 救命啊 好 我們在打開的同時呢 只要試著點火看看 看會不會有起火的前行 是不是不太好 不知道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一 二 三 呀 哇 喔好臭 好臭 那我們試 試著來點火看看好了 看起來沒什麼事 沒事沒事沒事 只是 放了兩年飛魚罐頭 它 那個顏色 大家看一下 好噁喔 這什麼東西啊 哇 這洗不洗得乾淨啊 我到底 我到底做了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試著 把這個處理掉看看 一不小心味道就會飄過 好臭 如果拿太高 我們就來把它處理掉吧 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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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